上阵妇女兵说的呢就是最近吴宗宪带着自己的爱女接棒 康熙的新节目小明星大崩班 那节目呢25号开播以后呢 连续两天夺下同时段的收视冠军 创下了开门红不得了 成绩这么好 所以呢制作单位在27号的时候赶紧举办庆功会 但是才没高兴几天啊 这个吴宗宪好像有点疲惫了哦 更是放言说会择日退出啊 吴宗宪的这番话让一众媒体都傻了眼 这节目才刚播了两天 献哥居然已经在想离开的事了 原来吴宗宪手里本来就有两档节目 为了能和女儿录制小明星大跟班 他硬是挤出时间来 事实上就在庆功宴举行当天早上 吴宗宪还在拼命赶录另一档节目 综艺大热门 大热门午夜场也没有让你失望 27号凌晨 综艺大热门的另两位主持人 陈汉典和露露就在社交网站上 放出了一段在化妆间死撑等录影的视频 而吴宗宪也证实了高强度的录制日程 昨天干到早上五点 第一次不引录到放早餐 昨天就大热门要放早餐 原本一周五集的流程被改成了一周一口气录十集 只为腾出时间保证和女儿的录制 当天的吴宗宪双眼有些发红 仔细看看他的嘴角似乎也有些红肿 而这又和他的另一档外景节目有关 在这档以噩梦般的关卡著称的外景节目中 年过半百的吴宗宪经常需要和年轻人一起上山下水 挑战不可能 除了高强度的工作安排 让吴宗宪有些心有余而力不足之外 手中心脑节目的撞车 也被外界怀疑是吴宗宪新生退役的原因 因为听说他们今天已经预备了他们最有自信的部位 我已经等不及了 就是俗称的不是全部是局部 在第一期小明星大跟班中 吴宗宪妇女上演了一场副位女则有的戏码 而二十位参选男嘉宾通过展示身体局部特写 来层层晋级的方法 却被不少观众指出是综艺大热门里早就用过的老梗 不但展示的方法雷同 连晋级后最终参与的项目都差不多 只不过是把大热门里的女嘉宾换成了女儿吴珊如 一二三 你怎么那么尴尬的姿势啊 选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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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有这样那样的问题 但吴宗献还是表示 退出是综合考虑后 理所应当的结果 这个节目的话 不赚钱我也要来 因为有女儿在这里 爸爸带女儿呢 就是像放风筝一样 陪着她 努力地让我跑一阵 跑跑跑跑 跑到等待风起 风起来的时候 你往上飞 爸爸就要先休息一下了 好不好 好吗 而对于未来接棒自己的人选 吴宗献心中也是早有考量 台字缘 很多艺人朋友都还不错 有前辈来稍微引导一下 话虽这么讲 但距离真正退出 还有很长的一段时间 大家尽可期待 吴宗献妇女的下一波爆发 1.88好了 188了 然后Sandy来请客 不但豪言许下收视率 吴宗献更说 小明星大跟班这个节目 寄予了他一个伟大的愿望 我们要让台湾的综艺节目 重新发光发热 让韩国人知道 韩国做节目 是不是赢不了台湾的啦 幸运的再见 走好报道